莲花生大事 口诀药一诵 吉身成就之药诀 尽心诚信地听之 申药 虽有诸药门 然皆不脱于三者 无作松谈语 示意 语药 虽有诸药门 如持气与持明咒 然皆总设于四指 直语 修系如牙者 语药 虽有诸药门 如谨松语内外观 然皆不脱至心语 自然无作 无乱境 此心婉然非纪念 若寻似此心是无 然如仰艳若横照 若寻似此心是有 然无形色与表色 唯必尽空与明觉 此极辱之心自性 既能如是体认之 于此当生决定性 说此极是剑之药 助此极尽无散乱 父无造作与持守 说此极是修之药 而是于六尘境中 无攀缘染着取舍 亦无息既不畏心 说此极是刑之药 无论何种游一生 祈求亲传之上师 误助成意聚落中 应助静处而修持 若能如是 此身 此身虽未凡夫身 此心已同于诸佛 处于临终中中有时 应当如教而修持 地大融入水大时 身感沉重难复合 水大融入火大时 口与鼻皆感干涸 火大融入风大时 此身暖热将尽散 风大融入于试时 气出如风 入如船 此刻身感如山鸭 复觉陷落于暗中 复次将感如坠空 复显自信限量静 光明昼现四锦断 千万日月红光声 雷响于阵并相随 复次自心将显现 即静尊与愤怒尊 即诸仲向之圣仲 身伴光轮变空中 挥舞武器而笑吼 打杀轮 轮胖鸭爆力声 如十万日要于空 而时内显之本尊 提点辱莫离觉性 勿为绕动物迷乱 内显魔障纷扰之 回如所得之绝兽 初间逆声或乱乱 当此之时应了之 重压之感飞游山 乃如四大正消融 切勿于此声畏惧 陷落暗中时飞暗 乃如五云正消融 感坠空中时畏惧 身时分离惜近时 一时无一有此感 所见红光昼现者 时乃自性之本相 既敬尊与愤怒尊 无非自心之显现 种种声即辱自生 种种光亦辱自光 若入轮回中 若了此皆自显现 以绝安注于明空 将正正绝成三身 纵曾造叶应轮回 将亦不入轮回中 那显本尊非由他 乃如无乱现观心 故于此时至要者 对内苦乐珠心境 即外溜入珠尘境 无生济不原之心 若能横持于自心 将于中有正本来 此刻惊情无散乱 保任羞耻为罪药 内显魔障亦非他 无名犹以袭弃也 故于此时至要者 诸生色光之显现 种种可怕不畏向 误为祸乱物一句 刹那由于迷乱者 即入轮回之夜海 故当横持于自心 精勤修习令立缘 太门县若天宫时 坚定勿为彼所幼 陌生心求与部位 避免再生而正绝 此刻不需佛加持 辱知觉性本成佛 此刻不受地狱苦 执着任运而抵处 轮回涅槃不一心 自根而断尽无余 正觉犹如水去沙 空离云一斤除渣 如空法身而自立 如空开展遍法界 暴化二身未立他 随心所及便饶意